花友寄过来一个白蓝要嗝屁了 然后有的话说这回怎么没开就出来了 这个箱子破了就穿出来了 然后里面好像还有一张情书 这么老花姨能顺便帮我看看土吗 很容易板结土用的田园种菜的土 先打开先打开看看吧 这种是铁锈柄啊 水大烂根啊 这个土很黏啊 让我看土的话 我跟华尔说 就是大家老是问我什么样的土好 你只要疏松透气就行了 只要透气就行 不要用那种黏糊糊的土 这种黏糊糊的土 它并不利于它发根 植物的根系要生长 第一略干一点 也就是排水要好 第二呢 要有一定的透水性 你看你这个土 它养什么都活不了了 黏糊糊的 就是捏个橡皮泥还挺不错的 这种土不适合养花 地灾还行 地灾还能马马虎虎 盆栽就不行了 这个花废了 花友 这个花已经嗝屁了 也就是说要死不活了 基本上是很难给它救活了 因为病入膏肓了 挺麻烦 好了 话不多说 进人事听天命 先把根给起吧 这话我们不止一次的说 哎呦 你看它根本就不发根 看到没 打开以后 你们才看到根都黑了 都烂了 它就是闷的 不要想着这个 哎呀 土壤越是保水越好 不是的 这个土壤越透气越好 一点根都不在生长 你看 没有根系 根都黑了 这个救不了了 花友 这个救不了了 但是呢 你既然寄过来了 我也只能说是进人事听天命了 哎呀 你看你用那土干啥呀 你一真上省钱 你又弄点沙子 就建筑工地上那种沙子 装修用的那个沙子 你整整玩意干啥 投机取巧 像这种根系呢 已经烂没影子了 咱们能做的就是 给它先用点药泡一泡根 我用到的呢 是千百计的恶眉灵 这个就比较银性 你可以这样捏 它是给你写的呢 按压四次对五百毫升 好了 咱们就按个十几下 再来呢 加入一些生根液 用到的是会玩的 塑效生根液 养花又会玩 省钱又省钱 就会加上一些就行 然后呢泡一泡根 之后呢咱们有点存的火山岩 也可以用存的河山 跟插秧一样 有句话说这么简单吗 对 也不是你 大道自检 没有办法 只能现在是给一遍透水 别的没办法 剩下的水再浇进去就 找个小托盘 给它里边带点粉 好了 好了 这个花蕊的白兰只能这么做 没有别的一个高招 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只能静待生根 因为根系都烂没了 只能做一些个树土 这种颗粒土 让它先发根再说 能长出来根 它就能再火 长不出来根也就死了 可以见光照 但是不要强光暴晒 希望花蕊一定要理解这个点 喷土 只要排水透气就OK 用沙子用食指照样能养好 就怕的是那种胶粘 好了 小气养的臭宝们们 可以实行我们后台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短期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白了